安徽女子买海螺,吃出天价龙珠,网友称这是西式珍宝,能值千万。 女子却将信将疑,因为她只花了85元就将这宝贝带回了家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根据刑女士描述,前段时间她从网上买了三只椰子螺,想着清蒸了做一顿海鲜大餐。 谁知在清洗螺肉时,意外发现有个硬块。 起初她还以为是小沙子,费尽扒开螺肉后才发现是一颗珠子。 只见她通体圆润,泛着细腻的光泽,上面还有独特的花纹。 刑女士知道贝壳里有珍珠,但又觉得这玩意不太像。 怀疑这海螺重金属超标,才会长出这种颜色的珠子。 于是连螺肉都不敢吃了,赶紧将珠子拍下来发到网上,询问广大网友意见。 可评论区的话却让刑女士目瞪口呆。 有人说她是捡到宝了,这珠子可值钱了,还让她称一下珠子的克重。 虽然不知道这珠子有何神异之处,但刑女士乖乖照做。 当她把4.5克的数字公布在网上后,评论区直接沸腾了。 有人出价5万愿意收购,还有人称这珠子价值千万。 刑女士还以为他们在玩梗,谁料真有大神出来科普。 原来这珠子名为美乐珠,是珍珠中的西式珍宝。 想要从海螺里开出它,概率仅有五万分之一。 而刑女士手中的这一颗,克重如此罕见,还指不定卖出什么天价。 刑女士彻底傻眼了,虽然不相信,但还是带着龙珠去珠宝店鉴定。 安徽女子网购海螺,却吃出天价龙珠,传闻一颗就能卖上千万。 这到底是真是假? 为了查明珠子的身份,刑女士带着珠子走进了珠宝店。 听闻是从海螺中吃出的珠子,服务员不以为意,以为又是一个妄想报复的人。 结果定睛一看,眼睛都直了,当即叫来了店长。 店长再三确定是天然形成的后,立刻想出十万买下。 刑女士的心搁灯一跳,心想这玩意居然真这么值钱。 但她也不是傻子,知道这店主这么快答应下来,必然想要捡漏。 而且网友都说了,这珠子远不止于此。 刑女士赶紧拒绝了店主。 带着珠子匆匆回了家。 当时发现珠子还想着丢垃圾桶,现在是拿在手上怕丢了,揣紧兜里怕掉了。 毕竟这小小一颗就是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。 回到家后,刑女士又查阅了许多资料,才知道这珠子大有来头。 美乐珠又称为龙珠,其外形颜色都与日曼龙珠中的珠子一模一样。 它的颜色多种多样,具有陶瓷般的精亮外观。 拿在手上端向时,会发现珠子的表皮下有鲜亮的火焰纹路。 这让它在一众珍珠中显得尤为独特。 而且因为美乐珠只能自然形成,所以每年只能从海螺中找到两千多枚珍珠,而其中能进行佩戴的少之又少。 所以,刑女士不卖绝对是正确的选择。 安徽女子吃出天价龙珠,珠宝店开价十万都不卖。 这珠子究竟值多少钱? 像刑女士这样,吃出龙珠的人不算多,每一个都十分有名。 泰国的一个司机就因为发现了龙珠摇身一变有钱人。 开豪车买豪宅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 它和刑女士一样,都是从海螺中发现了这种橙黄色的小珠子。 拿去鉴定后,专家给它估出了175万的天价。 而在国内美乐珠也十分吃香。 早在2003年,香港就曾经拍卖过一枚100克拉的美乐珠。 几番抬价后,最后以27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。 平均下来,美克拉的重量能达到16万人民币。 这可比什么钻石,黄金都昂贵。 众所周知,一颗拉仅为0.2克, 而刑女士这颗美乐珠的重量为4.32克。 形状还十分圆润,在美乐珠中也属于最高档的贫项。 也就是说,就算卖不到千万,这珠子最少也有个几百万。 如今全世界能达到佩戴级别的美乐珠不过200枚。 其中一大半都在越南皇室手中。 当年的越南受中国文化极深,认为龙珠是尊贵的象征。 于是,美乐珠就成了皇帝的专有收藏,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含义。 相信刑女士手上震煤也能卖出个好价钱。 赤海罗吃成了天选之子,这运气属实让人羡慕不来。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? 欢迎留言评论。 于挥�러着 5170年跟我就说,你为我逊接以后可RA买了个大小但罪源, 但每次都有一天是为何调 MR 만약S sexual直凌批造人的不行吧。 明天,我费到了一个修正薪八段,